接下来您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数值字的大小也想要修改 好那我们来看怎么修改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设定格式 设定格式 所以这个格式你要稍微知道 我是针对像例如说 假设这个我改成是蓝色字 这个改成橙色字 它其实是做得到 但是真的没有人这样去改 我们都是把它变成黑色 稍微明显一点 所以怎么做 针对我现在先改的是什么 数位积上合 所以我就点平均值 数位积上合 那数位积上合分成轴跟窗格 轴 好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什么 设成这样 因为它是都是 因为现在轴可能根本就没有用 有用的是这个窗格 好吧 那因为是轴 我还是给它 通常轴放的都是 就是中文字 可是在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没有要放那个标题 然后窗格 然后可以去呈现这些数字 数字 例如说 假设三位一撇 它这都打了 所以完全都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那既然不用做任何修改 那针对这个用户数 就是把那个数字能够比较明显呈现 免统计日期是这一个 度量名称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数字 这一个数字 如果你要稍微改变 你可以点这个T 这个数字 你可以点这个T 然后请把字体改成大一点 比如说改成12 这边字 这边字就稍微变大 出体 然后 设成黑色 那相对的 这一个 一样 一样 就是 等一下 总部呈现 T 12 不呈现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因为它不够呈现 不够呈现 你还是要呈现这个数字 那就只好请点这个T 然后打勾这个 允许标签 允许标签覆盖 覆盖其他的标记 就是覆盖到也没关系 可以理解 反正 反正 之所以会跟你讲说 像这个 里面的一个 数值 呈现 看你觉得重不重要 如果很重要 那针对 因为这是T是加这些数值 你可以直接修改这个T 里面的设定 我个人呢 这边就不会放一个很粗的字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 不可以强调标题的 那个特色 还有字型的大小 可能就会设稍微小一点 也不会是出题 但是色彩 还是会给它可以设 好